而我可以说,如果你不懂张爱玲的人,也就不会真正读懂她的小说 而当你跟随着这本张爱玲传,构建起张爱玲的一生 即便是你已经读过她的大部分小说,你也会对她们产生全新的理解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如果对张爱玲的作品和张爱玲的个人经历有一点了解 你就会觉得这个女人的身上有着太多太多的矛盾点 比如她曾说出名要趁早,并且身体力行地践行了这句话 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她就红遍了上海滩 写出了红玫瑰与白玫瑰,金索记,青城之恋,第一炉香,琉璃瓦,封锁等不朽的名片 但是她最为意味深长的作品,比如色戒,香剑欢 这都是完成在她那看似凄凉,与世隔绝的晚年 而要细数张爱玲的为人处事,那矛盾就更多了 你看,她是名门之后 但是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 她在小说里通达人情世故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她显得木讷、冷漠 她一面说自己只注重人生平凡、稳重的一面 而另一方面呢,又急不可耐地推销自己,想要成名 她写爱情小说,洞穿男女心思,高傲聪慧 但自己的感情却成了一笔外人眼中的糊涂账,滴到了尘埃里 所以有人就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嚣 以及极度的估计 那么其实如果你真的了解了张爱玲 你就会发现,这些矛盾点在她的身上 反而是最融洽不过的存在了 对于张爱玲来说,生命本身就是矛盾 而矛盾又构成了张力 这使得这个生命有了人世的美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张爱玲传中 揭开的一个个问题与线索,读懂张爱玲 这意味丰富的一生 这样,当你再去看她写于人生每个阶段的小说时 就一定能够读到一些真正入骨的追星的东西 我们先从张爱玲的身世开始说起吧 这里首先就有一个问题 张爱玲作为一个名门之后 为何总是钟爱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呢 我们慢慢到来 张爱玲的身世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为她增加了一抹神秘色彩 她的祖父张佩伦是清末重臣 外祖祖父李鸿章则更是大名鼎鼎 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不寻常的角色 而到了张爱玲父亲这一代 张家已经走了下坡路 全靠着世家旺族的威望 维持着表面的格局和平静 即将就快要败落下去 但是张爱玲的童年 仍然是作为一个大家族的闺秀度过的 她的身边仆庸成群 而这些仆人的日常生活 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上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她在院子里看丫鬟 在鞦韆架上荡鞦韆 听仆人讲三观演义 夏天穿了白地儿 小红桃子杀短衫 红裤子 在天井里唱谜语 张爱玲将这段时光称之为 橙红色的岁月 这是一个沉溺于感官的物质世界 极其缓慢的生活节奏 让张爱玲养成了一种 鲜巧精致的趣味 可以自然而然地沉溺于身边物象 细节的鉴赏之中 并从琐碎中获得愉悦的享受 就这样 一个因为已经开始衰败 而稍显随意的大家族 给了张爱玲顺名趣味的最初启蒙 所以当我们看到张爱玲 可以如此细致 而又准确地描绘建筑 陈设和服饰时 也就不用那么惊讶了 因为她是自然而然地 生出恋物癖的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意识到 张爱玲的小市民审美 不只是针对于物质的 这种审美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情感部分 用张爱玲最喜欢的一个词来说 就是苍凉 而家庭环境 确实也天然地提供了 这样的一种氛围 张爱玲的父亲 张志宜 别名张亭仲 在她很小的时候就 嗜毒成瘾 她的那副样子 带给童年的张爱玲 很深的阴影 张爱玲曾经用这样一段话 描述了当时的印象 她 独自坐在阳台上 镜上搭着一块湿毛巾 两眼直视 眼前挂下了牛津绳索 那样的粗而白的雨 花花下着雨 听不清她嘴里 喃喃说些什么 我很害怕了 张爱玲的这个父亲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婉青遗少 有着旧式的文化修养 身上带着家族式的威严与温情 但同时 她的身上又有着无数的恶习 她挥霍族产 坐吃山空 吸鸦片 养一态 对子女缺乏责任心 留给张爱玲的是一种 颓丧 无可依靠 却也总想要稍微靠近的那种感觉 那么对于父亲的这种爱而不得 似乎就成为了张爱玲感情观的一种底色 总是忠性的 又爱又恨 是非模糊的这种底色 说完了父亲 自然还得说说母亲对张爱玲的影响 张爱玲的母亲叫黄亦凡 她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算得上是一个新时代女性 她与张志怡是包办婚姻 所以几乎谈不上什么感情 再加上张志怡还明目张胆的娶了一太太 于是呢 黄亦凡在生下张爱玲姐弟后不久 就选择离开丈夫和子女 和张爱玲的姑姑一道出国留学了 张爱玲八岁的时候 母亲回到家里 把西方的那套审美方式也一块带到了家中 他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 有狗 有花 有童话书 还有洋气的社交派对 就这样 张爱玲跟着母亲学画图 又学钢琴 学英语 也学着如何成为一名淑女 那刚开始时 她对母亲是充满着一种崇拜的心情的 但是过了不久 父母两人协议离婚了 然后母亲又很快动身去了法国 张爱玲那个时候其实也并没有觉得太难过 她其实真正贪恋的是那里的西式的生活气氛和情调 而母亲走了 姑姑还在 姑姑也和张爱玲的父亲脾气不和 是与张爱玲母亲一起搬走的 张爱玲呢就得以尝到姑姑这里来 看着瓷砖 浴盆和煤气炉都还在那里 就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踏实与安慰 那么可以说到此为止 张爱玲的小市民趣味就已经初步成型了 说到这儿呢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张爱玲19岁的时候 就能够在天才梦里写下这样的句子 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 听苏格兰冰吹bike pipe 享受威风中的藤椅 吃盐水花生 欣赏雨夜的霓虹灯 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 摘树颠的绿叶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 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愿 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 咬孽性的小烦恼 生命是一夕华美的袍 爬满了枣子 那么从这里开始 我们大概就能够解开 张爱玲性格中的另一个矛盾了 为什么她在小说里通达人情世故 但在实际生活中 她显得木讷冷漠呢 从她的青春期中的经历 我们就可以窥见一些端倪 张爱玲逐渐长成大人 有了自己的个性 自然与家里的矛盾 就显得更加尖锐了 父亲娶了继母 成为了张爱玲青春期的 一个重大转折 父亲年岁渐长 身上的臣服气也越来越重了 对女儿充满了不解与猜疑 有一次 日本人进攻上海 张爱玲夜间听见了炮火声 难以入睡 并跑去已经归国的母亲那里 住了两个星期 回来的那天 继母就责备她 不向自己报告 张爱玲就说 自己已经对父亲说过了 继母便说 哦 对父亲说了 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 说着就打了她一个嘴巴 张爱玲从小到大 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 何况打她的 是她一向怀恨在心的后母 她本能地要还手 却被两个老妈子 赶来拉住了 后来 她遭来了继母的恶人先告状 继母尖叫着 她打我 她打我 朝楼上跑去 接下来 张爱玲被父亲毒打了一顿 差点没被打死 又被监禁了起来 得了重病 父亲也不理会她 那么 她从小生活的这个家 就变得完全陌生和恐怖了 在对父亲绝望之后 张爱玲开始想着法子要逃跑 她生重病 躺在床上的时候 其实在尽全力地听着大门的每一次开关 听着门前那条霉泄路上有人走过时 沙子发出的吱吱声 一等到可以扶着墙行走 她便设法从保姆口中套出了两个巡警的换班时间 又扶在窗上 用望远镜张望着门外马路上有没有行人 然后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 拔出门栓逃了出去 多年之后 张爱玲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仍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心情 她这样写道 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 没有风 只有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 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 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呀 我在沿街急急走着 每一脚踏在地上 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这可以说是一次从幼年到成年的跨越 也是一次决绝的告别 一个人经历这般境地 又怎能不尽快地让自己早熟 洞察人情世故呢 张爱玲必然会比常人敏感 懂得察言观色 也懂得看穿那一切表象下的 优俗人性 然而 她的跨越又没法那么彻底 她毕竟还是一个不能自立的学生 从父亲那里逃出来 她只得依附母亲 然而母亲给她的感受 已不似童年式那般 除了崇拜 也更多出了一份嫌隙 张爱玲母亲的性情似乎很是寡淡 她不怎么体谅女儿的苦衷 只是一再地用她刻板生硬的淑女的标准 来要求女儿 并总是有意无意地表示怀疑与失望 她甚至对张爱玲说 我宁愿看你死 也不愿看你活得 使你处处受痛苦 母亲那一套标准 已经成为了对张爱玲天性的压抑 母亲的苛责 让张爱玲在成长的最关键时刻 丧失了她最需要的东西 那就是自信心 于是张爱玲变得分外的自卑 她发现自己一无是处 后来回忆她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 经过艰苦的努力 我才学会补袜子 我怕上理发店 怕见课 怕给采访试衣裳 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 可是没一个成功 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 问我电铃在哪儿 我还很茫然 我天天乘黄包车 上医院去打针 接连三个月 仍然不认识那条路 总而言之 在现实社会里 我等于一个废物 过度的敏感 让张爱玲早早地学会 观察人情世故 而过度的自卑 又让她的自我 萎缩回去 无法与外界沟通 于是在人前 她显得木讷乏味 学生时代 留在老师和同学记忆中的张爱玲 虽然成绩拔尖 但总是郁郁寡欢 她意气消沉 懒散不好动 不交朋友 卧室凌乱 人也不是羞逝 而且非常健忘 她的口头禅就是一句 我忘了 在那个培养淑女的学校里 张爱玲成为了一个怪人 一个艺术 听到这里 你大概会理解 为何张爱玲 一面通透自信 一面又色缩胆怯 实际上 通透和胆怯 对于张爱玲来说 本身就是一种东西 这时期 她的内心状态 大概用私语里的这段自白 来表达最为合适了 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屋顶的阳台上 转来转去 西班牙式的白墙 在蓝天上 割出断然的条与块 羊脸向着当头的烈日 我觉得 我是赤裸裸地 站在天底下了 被裁判着 像一切惶惑的未成年人 困于过度地自夸 与自鄙 等到上了大学 张爱玲总算是迎来了人生中 一个真正独立的阶段 张爱玲的大学 三年都是在香港度过的 后来因为香港沦陷 她还没有毕业 便回到了上海 在香港的三年 对于张爱玲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她第一次从封闭的环境里走了出来 接触到殖民地 光怪陆离的风土人情 而亲身经历香港的陷落 对她产生了切身而又剧烈的影响 她的个人经验 与一种对社会 历史 人性的 更广大的体验 衔接了起来 张爱玲的人生观本就逐渐稳定成熟 港站更加增添了一份厚重感和现实感 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后来的清晨之恋里 看得清清楚楚 死亡年纪前 一对各怀心思的男女 忽然间成为了彼此唯一的依靠 患难见真情 实际上是真正 觉察出了人的自私 空虚 愚蠢 以及 孤独 自此 张爱玲的人生储备已经完成 她终于开启了真正的写作 这时候 她才只有23岁 从此 她的人生也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了 为什么张爱玲一面说自己只注重人生平凡 稳重的一面 另一方面又急不可耐的想要成名呢 这一阶段 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张爱玲的精明 写完沉香谢第一炉香 第二炉香 张爱玲没有将作品投进油桶 听天由命 而是要带着作品去面试 经过母亲的一系列亲戚引荐 她带着稿子 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寿娟 从此踏入文坛 一炮打响 成名之后 张爱玲的刊物要求 越来越挑剔 既要档次高 实力强 还要志趣相投 肯于让她当主角 唱大戏 她就这样毫不掩饰地张扬着 面对著名批评家傅雷的诚恳建议 她说自己只注重人生平凡 稳重的一面 言下之意 也是不愿接受意见 她有着足够的自信 她最懂得她自己 很快张爱玲的第一本书传奇就出版了 四天之后就再版 红遍了上海滩 张爱玲在序言里写 啊 出名要趁早呀 这一句大家都听过 已变成了名言 实际上 后面跟着的几句话 才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张爱玲 我来给大家读一下 出名要趁早呀 来得太晚的话 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 也是发疯似的高兴着 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 每一次都像是头一次见到 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 所以更要加催 快快 迟了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你看这句来不及了 是多么张爱玲的口吻啊 仿佛一场好玩的游戏 心里知道终会落幕 所以玩的时候 就会更加痛快一些 而这个时期 张爱玲可不单是写作在法里 可以说整个生活 都是放飞了自我 他和当时的汉奸胡兰成 谈着不被看好的恋爱 整天穿着奇装异服 招摇宇宙 在一片红火中 自视清高疏离 连他人的好心劝告 也不放在眼里 他仿佛要尽快消耗掉 这青春的热情 而站在如今的眼光看 这句来不及了 更像是有种预言的味道 张爱玲虽然一向不直接关心和参与时局 但是他却比谁都知道 时代动荡 机会要趁早把握 我们很难想象 如果他再将她的写作 精打戏摩西 在晚上个几年赶上后来的时局变动 也许我们今天就很难看到张爱玲的文字了吧 那么由此可见 把握时机有多么的重要 如今我们会看张爱玲的人生 童年青年和老年的界限 都是如此分外的清楚和分明 晚年的张爱玲是寂寞的 而且像是刻意要尝一尝这寂寞的滋味 但是二十岁刚出头的张爱玲 却不需要寂寞 她要的是绚烂 是狂喜 不是平淡 而她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她似乎一早就预言了 这绚烂的消失 她不需要长久 只要那一瞬间曾经有过 所以成名须趁早也好 大气晚成也好 对于张爱玲来说 那不是二选一的选项 而是人生不同阶段的滋味 好了 今天就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下一集节目中 我们将会继续讲述张爱玲的后半生 以及大家都很感兴趣的张爱玲的情感故事 我们会明白 为什么张爱玲写起爱情小说 是惊于事故 而自己的感情 却成为了一笔糊涂账 我们也会明白 为何张爱玲 在绚丽的青春之后 会选择那样一种 孤寂 冷清的方式 来度过后半生 下期再会了 我们下期再见